來 請開聽這項題喔 題目說Y等於Sine絕對值XX 然後要你求出來說這個 12倍的Sine絕對值XX等於0 一共有幾個十根 好 這個題目其實對你很好知道嗎 不想對你很好 因為如果是我輸題目的話 我可能直接問你他有幾個十根 我根本連你畫圖不講講的話了 可是上行是應該畫圖的喔 好 我們看他怎麼畫圖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請問這個Sine絕對值XX的圖怎麼畫 怎麼畫 一樣喔 先畫一下這個 先畫一個SineX的基本圖 先不要取絕對值 而且我們先找那個0到2分之拍這邊 因為0到2分之拍這邊的話 肯定是正的嘛 對不對 我講的是XX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是Sine0度的話當然是0嘛 然後2分之拍的話就是在1 拍的話是0 然後呢 2分之3拍的話是在-1 2分之拍 好 這個是原本的狀況 好 我們先畫一個完整的波形 好 先畫一個完整的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就一直在畫過去 好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應該OK吧 沒問題啦喔 這部分應該還可以 好 但重點是另外這一邊怎麼辦 另外這一邊怎麼辦 另外這一邊怎麼辦 給一個提示喔 你就把副拍當成拍就好 對不對 因為 當我想成什麼東西啊 想成Y 欸 東西 當我把真正要畫出來 Y等於 絕對值X 欸 Sine 絕對值X的時候 我當然要把副拍講成拍 因為絕對值是復拍 欸 這個副拍大概會 就取絕值之後變成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絕對值 欸 Sine 的絕對值的副拍 其實就等於Sine 拍吧 也就是說其實我相當於 把紅色這條線的沒有 紅色這個部分的那個波 這個上一根的圖形 以Y軸為對線軸 做個翻轉動作 做個對線動作 所以呢 答案就出來了 好 你是一樣的狀況 OK 好 這答案就畫出來了 好 這樣子 OK 這樣可以啊 可以嗎 好 這是你的第一個答案 好 要把紅畫出來 那第二小題的話呢 他說請問你 12倍的Sine 絕對值的X 減掉X等於0 一共會有幾個十根 好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說穿呢 他是要你找出來那個什麼 找出來這個 12倍的Sine 絕對值X等於X 這樣子的圖形呢 你把它拆成兩個圖有沒有 把它拆成兩個圖 然後呢 看一下他總共有這個 我看一下這邊 12倍的Sine 絕對值X 呃 我們看一下怎麼做這一題 你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是把這個圖 放大12倍 不講是這個正幅 放大12倍 但因為這圖你已經畫出來了 所以我不建議把它做移動 我們移動光是這樣子的 就改成Sine 絕對值X等於12分之X 看到嗎 然後呢你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拆成兩個兩個部分 一個是Y等於Sine 絕對值X 另外一個是Y等於12分之X 那這個圖呢已經有了 有沒有 第一個圖已經有了 你要畫這個第二個圖 Y等於12分這個X的圖 那這個圖呢不難找 為什麼呢 我就用藍色的筆畫好了 第一個 肯定通過00嘛 對不對 肯定通過00 再來找一個 如果X等於12的12 那Y不就是1嗎 那請問你 X等於12會在兩個位置 老師 那這個有問題 你會想說這個是1 2 3 4 沒有就是Pi 2P 3P 4P 所以事實上那個12應該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4×3.1大概是12點多 所以X等於12大概在這個位置 就是比48還要再靠近一點點 在這個位置這邊 然後呢 是Y等於1嘛 就在這邊 會啦 然後另外一個 X等於12的時候呢 大概是這個位置 -12就大概在這邊 然後你把這個連起來 還有這邊把它連起來 OK 好那現在關鍵問題來了 我想請問你 這個畫過去之後啊 還會有那個嗎 還會有焦點嗎 這邊 我現在畫這個藍色曲線的地方 還會不會有焦點 肯定不會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之後的話 結果都比1比-1還要大 這邊呢 肯定都比1還要大 對不對 就不會有焦點 所以你找出這邊焦點有幾個 所以總共會有 1 2 3 4 5 6 7 8 8個 所以有8個焦點 看懂嗎 有8個焦點 所以代表過幾個十根 當然就有8個十根 因為它們焦點就是 它們共同的結 這樣子 會啦 聽懂嗎 可以喔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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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